你知道和唐三为敌有几种死法吗? 不同强者不同死法 唐三作为斗罗主角 成长道路上 面对过各种对手 凭借超强天赋和主角光环 唐三总是能各种击败对手 那些实力参差不齐的对手 他们的死法也是个不相同 首先就是实力不行的对手 这些人实力不如唐三 唐三对付起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信守拈来 直接碾压至死 例如之前的举斗罗 和最近的千军与皇三兄弟 唐三上来就是给对方安排一套取死之道 接着就是一顿输出 这部分的对手 面对唐三是毫无还手之力的 只能被唐三碾压至死 躺平就好了 接着就是五五开死法 这些对手和唐三实力很接近 处于五五开水平 甚至某些情况下 还能压制一波唐三 就在他们以为稳了的时候 唐三的挂王光环顿时生效 别忘了 作为小说主角的唐三 当然有着小说主角该有的属性 那就是低级我碾压 红级我无敌 随随便便掏出一个挂就能反败为胜 这部分的强者也是死得体面一点而已 然后就是那些比唐三实力远高的对手 面对这些强者唐三 有两种应对方式 第一种就是毒死你 这个级别的对手 对唐三一般都有碾压之势 唐三也是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但三哥也不慌 直接扬言和对方打赌 赢了你就放我唐三逃跑 当然唐三不可能输 毕竟主角光环可不是吃素的 小伙伴们可能会说 那我不赌不行吗 还真不行 剧本设定你必须得赌 还必须输 让唐三逃跑三分钟 唐三成功脱身 第二种方式就是唐门最强暗器射死你 任凭你在墙 你是百万年魂兽又如何 你是神级天使神又如何 在我唐门最强暗器面前 还不是一射一个准 对此劳铁门你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